这个 我干嘛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 今天 会发生什么呢 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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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the chase and the hunt I set the pace when I'm running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 And I always give it 100 Don't need a bank, no I'm funded Play the game like it's nothing I'm always thankful for something Don't take for granted, stay humble Now wake up!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enemy Look in the mirror if he is no friend to me It's not working out, maybe it's the chemistry It's time to break up so I can make a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an mold shame, find almost anything All it takes is some time and some clarity to find your identity It's mind over everything If I wanna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And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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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be scared Stretch em, lop 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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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be scared I'm so gone No I'm never turning back I won't stop I'ma fight Until there's nothing left And so what You're gonna be hurting bad Cuz I've been to hell and back You don't wanna make me mad I stay strong You will never see me crack And if you get in my way You gonna feel the wrath Gotta stay up to my face Fanley's looking back Mirror breaks after math When I hate, I attack I'm immortal And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In terms of basics Mem Hillary House renewable energy 一点一点 Meine Lieatur 就是酷 好 就是酷 好的 四位队长还有大师团的代表 可以开始打分了 这次的作品都不会飞吗 现场的100位评审 如果您喜欢这个作品 请在我倒数之后 投入上您手中的黄色毛巾 3 2 1 郭董源想来几票 好的 还是先让他们来介绍一下他们这个作品吧 整体上这个作品设计初衷 想设计一个开放式的结构 给观众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比如说我们一个倒置的沙发 奇怪的面具 突发的生日蛋糕 还有一个突变的情绪 这几个东西汇聚在一起 我们想其实有一个表达的主题就是 一个荒诞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荒诞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你今天可能成为百万富翁 明天也可能一贫如洗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 在这个没有理由的世界中 去行走自己的生命呢 可能就要保持一颗荒诞的心 这也是我们想拿这个作品的 跟各位观众沟通的一个桥梁吧 荒诞 你好 谢谢 来 司会队长看后感觉如何呢 虽然老实说是一个荒诞的故事 就是发生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感觉我又可以 以另一种方式好像能把这个故事给串联起来 好 可能 三个人是一个老人的状态开始 那突然画风一变 变成了汽车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 时光机的一个汽车 然后回到了比如说年轻一点的时候 吃这个蛋糕 就或者是三个人年纪大了 想去完成一些心愿 都有可能 雨昕 我之前就有看过苏鹏老师 对 上一季应该是和 杨凯哥还有对对对 叶英哥有一个这样的作品 然后这一次其实有一点点延续 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方向 我觉得这一次是 我觉得这个沙发 其实它是一个 经常作品里面都会用到的 一个常规的道具 但是你们把它运用的很不常规 是挺难得的 刚开始是三个人 其实都是围绕着沙发 去完成一些画面的 要把沙发最后再倒过来 人再翻到前面 然后最后会有蜡烛的出现 其实整个的道具使用 画面的丰富性 整个舞台的动线 是非常丰富的 我很喜欢他们这个作品 对空间的利用 而且像苏鹏老师最开始 以下用倒立的方式 躺在那个沙发上 你不觉得很像上帝视角吗 然后跳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沙发再转 转的时候 白马星又上到那个沙发上 然后我又打破了一个空间 然后马东杰又出现 又变成了一个正常的视角 对 他用了一个沙发 和他们的编排的形式 让我们的视角主动在编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高级的表现形式 我请一位和苏鹏老师 也合作过的大师 叶师傅 叶师傅 感觉如何 我感受到有一种是 一个老头的三重人格 然后包括到最后 发现孟醒来 是 原来是我的生日 也是我的 也是我的这种感觉 也是 我从上一次 跟苏鹏老师合作下来 我感受到就是 现当代舞的魅力就是 它可以有很多的 就是解读 它可以不用去说清一个具体的故事 但是每一个人看也有每一个人的理解 这个 其实开放式结构 我觉得 这就是现在我们的结果 就是编导 表演者和观众 共同产生的 这样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结果 要看你怎么看 就是相当于 看观看者的解读 也算是创作的一部分 对 好的 我们请回Zico Dickens 请他们来到舞台上 公布答案了 公布答案了 接下来公布两组的成绩 Zico Dickens 李承轩队长 96分 刘雨昕队长 97分 王毅博队长 100分 韩庚队长 100分 大师团评分 291分 现场评审投票 97票 最终 731分 目前最高的 马东杰 李承轩队长 89分 刘雨昕队长 92分 韩庚队长 99分 衣博队长 95分 大师团评分 277分 现场评审 82票 最终 734分 恭喜 所以 马东杰 变马欣 现在可以去休息区休息 大师团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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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的每一期都在给我们惊喜 然后希望能够延续到总结赛 加油 那我们希望在总结赛里面看到你们更精彩的表现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Zikens的这一组 因为他的这一组的作品 我是完全跳不出瑕疵的 我觉得好的作品 就是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解读方式 但是每一种解读方式 都是完整闭环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马东杰和 Bad Machine的那一组 其实就差在这 我少给了两分 就在创意分上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民族民间舞的两组对决 分别是豆豆队的 昂昂周玉祥 对阵卡尔顿队的 忠诚蓝球 首先要出场的是 豆豆队的昂昂周玉祥 他们合作的是 清洁舞蹈家 广州歌剧舞剧院首席 李立凡 有请他们 加油 一句话介绍作品 秋天到了 让我们一起迎接丰收吧 我们想带着 街舞是怎么揉进这个作品的 民族舞 民族舞它的发力其实不会像街舞 它不会像街舞这样子 它会这样子出去 所以我们有很多 民族的一些抖尖的动作 我们会用Pub去代替它 我们的发力方式更加的Pubing 力动其实更多的是Hip Hop 然后动作的编排是Urban的那种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混合的一个作品 音乐